我们再帮大家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是亮丽封关 台积电功不可没 今天收在646元的价位 带动了台股 今天是亮丽封关 当然年后大场面要来咯 因为台积电的熊本掌 2月24号即将正式的一个开幕了 那包含了台积电的 这个创办人张庄谋都要出席了 那我要请魏姐带大家来看看 台积电要展开大航海的时代 这一次的海外扩产 脚步投资人 是不是要赶快抓着台积电 这次的动作呢 当然是 而且说实在 这个机遇不是年年都有 特别今年不一样 婷娟 你刚刚已经有提 今天台积电其实年底的风光漂亮 尤其今天最后收盘就涨了11块 盘中来到了647 几乎挑战前高648对不对 但不要忘记 其实上个礼拜五就已经讯号了 台积电的AD也是大涨了2%多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个 来 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来了 台积电史上第一次 它的营收已经突破前高 甚至超越了Intel 成为全世界目前全球最大的 半导体制造商 我跟你讲 这个部分宣告未来 它有没有可能就是长期 就会绑这个位置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上面的皇冠 而且这条路整整走了36年 管理评我们看过来 目前为止台积电在2023年 刚收盘 刚2023年的营收 它是来到了69 billion 就是10亿 所以在这里面你看第二名的 像是Samsung 它是50 其实Intel是54 其实这次是打败Intel 它不是现在全球最大的 晶圆代工工停权 它这次是全球最大的 半导体制造商 而且我预言 这个情况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管理评朋友 你不要以为成为霸主 可能就这个一直持续 不是 你知道之前全球最大的是谁 是日本 对 你很难想到1980年代是日本 后来上来把它赶过去的 叫做Intel是美国1992年 可是到了在2017年左右 被Samsung南韩超越 结果现在Samsung这个王位 掌握不到两年 就完全在交还给Intel 所以我只能说 为什么我不会预言 这情况会持续下去 因为 提琴就像你刚刚讲的 台积电 未来要成为全球半导体的 日不落国 大航海时代 正式宣告来临 五线命 来 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2月24号 在元宵节 马上要举行 日本的熊本场 它的正式开幕 这次 上一次在美国 亚里桑那 拜登来了 这个刘德英位 这家全部都在那边排排站 张忠某也在那里 但这次的情况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到了这里 我们的张忠某董事 创办人 他直接来到现场见证历史 那为什麽 这个日本的熊本场 这么的重要 我跟你讲 管转朋友 他是提前 差不多就是在最快的速度 在他全球扩张 有美机电 日机电 德机电 一大堆的情况之下 他迅速 非常快速提前超车 来完工 在这里面 你知道为了迎接 这里面最重要是什么 台积电 第一次 他扩张到了国外 这是熊 第一次 他是在国外直接开场 而且由台积电 直接扩张营运 所以你知道为了这次不落产 你知道台积电花开出了一个价格 就是一天一万块以上 因为这次整个会场 他其实已经在最后收尾的阶段 可是有很多管线 各方面的配管 你要赶快收拾 他用一天一万块 去抓台湾的好几百位的宰呼 赶快冲到日本熊本 赶快把它打平 因为现在除了一场 准备要开张量产提前 现在最重要是连二场就在他旁边 马上就要推进 那在这里面宣告什么 日本的半导体复兴时代 从此来临 以前我们都讲 日本它是失落30年 我跟你讲 未来可能快速的 失落30年 或赶快抓回来 最近你看日本喷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在JASM 也就是这个熊本厂 它在这个当地 为什么这么这样来 警局你知道吗 在这里面 其实这个台积电 并不是没有在别的地方扩张 美国 撒了一大堆钱 它完成了吗 到现在还没有 还一大堆东西在那边 还有德国也都说 要来补助你 要做了 到现在有贏吗 没有贏 真正快速完成的就是JASM 那我们就会知道 在这里面其实 台积电最主要是日本政府 全力帮你支援 所以这次的台日同盟 这是一个宣告 新的亚洲的一个全新的 新的局面开始 那你看 它其实你看 它让台积电 占了大概将近七成 可是谁是另外一个股东 其实是Sony 还有Dazzle 电装等等 那其实不只是这样 它连旁边周边配套 很多的厂商准备 要吃台积电 晶片的全部都布局好 不论是富士通 松下Sony 全部都已经在外围 车子的 包括手机 什么各方面 全都围在那边 你就知道诚意实俗 不是只有政府一个带头 那它建厂的一个地点 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 那附近的房地产都上来 新建的成本 大家也都有概念 日本 Sony 直接就先给你了 而且补助将近一半 这样的将近四成二 所以我跟你讲 诚意实俗 一个政府有没有打算做 你从这个过程你就知道 它目前为止 员工一千七百名 日期就占了七成 所以彼此之间 它的互动模式 非常的迷迫 所以现在全球都在 放大眼睛来看 你这时候你的落成一来 你未来的月产能 到底能不能如实达到 还有现在其实 大家都知道 你不会就是 给汽车 这个晶片 你不是AI 你不是追仙境 可是你目前为止大概 从这里面快速拉近 二场据说 可能就已经在6奈米之内 快速拉近 快速拉近 所以如果台日同盟 接下来在整个 亚洲的这个半导铁板块 我跟你讲 很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巨变 所以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要比较 这里面的效率 效益 那日本政府的支持 你就可以知道态度 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台积电 为什么我会说 它未来会在亡者这上面 持续在占有这个亡位呢 我现在我们来看 它目前为止 全球的扩张生产的基地 其实目前为止 在台湾 中国 其实我们都不要忘记 其实还有中积电 在这个南京等等 这是目前为止的进行 可是你知道 目前为止光在新建当中 它还有13座 我跟你讲 这是目前为止全球密度最高 台湾本来就是密度最高的 新元代工厂 但是目前为止光台积电一家 就吃遍全球 这就是未来 我觉得它会持续在这个王位上 坐稳它的王座 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日本厂 台日的这个demo 它里面透露什么的讯号 你一定要知道 而且这未来会影响台积电的骨架 怎么看 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知道这个熊奔厂 它的进度 我们会知道 这是因为第一次 它会稳定台积电的那部状态 管理人你知道吗 目前为止 包迪连你知道吗 它目前为止资本支出 台积电支出2亿 2兆 2兆的新台币 在外面扩张 到现在看不见的 那这一次台日的这个一场 雄本一场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在这里面 你可以稳定台积电的内部军心 知道我们投资出去 接下来一个场活生生的运作 未来是不是一个 亚洲板块的一个移动 这都是大家关心 还有台日同盟 在这里面整体的区块 我们也都知道 日本 我们不要以为 这个日本只靠台积电 好像掏坑台积电 其实也不要这样思考 因为日本专长什么 汽车 还有很多的电器 跟各方面 通通他们都是No.1 我跟你讲 它还有很多半导体的耗材设备 全部都在这里 未来还很有可能就是贡献 不仅日本它要钱给钱 要土地给你土地 所以未来很多半导体的耗材 全部供应台积业 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 未来底气很强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 像在这里面 因为日本厂 说实在 因为台积电 再怎么说你是国际化 台北讲 你真的没有另外一个公司 或者是晶圆厂 真的在外面实质去运作 说实在 这就是第一次 活生生由我们台积电出去盖厂 完成在海外 而且还要再管理管理日本人 在里面七成日本兵 所以你在这里面 这就要知道 你这国际化的运作的情况 还有 这个做给德国人跟美国人看 对 我觉得这件部分 你看你这个 美国有多那惨 那德国你都是文鸡鸡 只闻楼梯响 潜下来台积电又给你喘变变 所以在这里面 未来 晶片的一个成长 这些通通都会形象什么 让整体的台日 未来的展开新局 日本人以前曾经是半导体的 超级天王 结合现在台湾 已经成为全球的超级天王 在这里面 我相信局面会完全的改变 好 那我们看到 因为台积电的动作 其实它的对手也在阻定 你刚刚讲到我们已经超车三星了 所以这次三星 其实也在紧盯台积电的 一个扩产动作 那我们就来关注 因为其实三星去年很惨 它交出的一个半导体营收 衰退是史上最多 现在还传出被这个寒霉爆料 竟然三星的粮绿跑到了零 有人就说了 这在讨论粮绿吗 这在讨论生产不生产出来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婷娟 你知道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是李再荣 他三星的掌门人李再荣 前段时间他不是因为他的什么 闺蜜们 这个蒲警惠 那件事情他被判刑了要关五年 刚刚宣布他ZERO 没事 可以完全不必再入狱了 我跟妳讲有钱判生 无钱判死 我跟妳讲对三星来讲 没有所谓真的假的 没有这件事情 无极最厉害 而且你说你当时 那个情绪你知道吗 没多久之前 他还分开轨告诉你三奈米 他马上就出来超车台积电 笑话 他的三奈米他的订户是谁 他的唯一最大客户就是三星刺激 三星的手机说要用到现在 你会发现凶宝 我舍弃了全球的这个半导体 这个方面处理器 我都不用 我用你三星的 结果你 你能想象吗 他的梁律是零 这怎么回事 梁律是零 请问你要怎么用 我跟你讲 你就算同一个集团 你这样欺负 我的三星手机不要卖了 难怪三星的手机现在 已经不是全球第一名了 已经让给苹果 但你在这个情况 他还要再吹另外一个牛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又要对外宣布 他有二奈米了 我的天 你知道二奈米是什么概念吗 我们的台积电宝山还在评估 厂都还没有盖出来 他已经说他的二奈米行了 你的三奈米都不行 提前都宣布 结果你的梁律是零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用 那请问我要怎么相信 你有二奈米 所以我们只能说 我们还是回归现实 你说台积电要全球化 它到底会不会被掏工 我认为不会 而且它反而是让我们的影响力 全球扩张 在这里面台积电 它的营收获利表现 其实让大家知道 虽然去年2023年 它有稍稍衰退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税后获利 达到了8384亿 但观众朋友 你知道什么概念 它股东几乎狠狠地 赚进3.2个股本 而且它的营收获利表现是 超越疫情之前超过两倍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要全球一起比 而且目前为止 不论是现在最夯的 5奈米跟3奈米 它都不断突发猛进 所以我只能说 你想要骑在台积电头上 门都没有 请你拿出实力 以前36年前台积电 只是个小咖咖 还要在这个英特尔背后 跟着屁股 说老大哥你好 现在36年后 它是全球第一 所以我只能说 在开一圈之后 马上雄本场 还有一系列 能够证明台积电 它就要坐稳 全球半导体的皇冠 台积电的股价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 那魏姐 因为外资都喊到7了 台积电今年 真的是成长相当大吗 我觉得几率非常高 就像我们开场的时候 就已经有提好 因为它的全球的扩张 已经陆续开始 所以我觉得有 营收获利的支撑之下 我觉得688 大家关心会不会过 在它的前高 688我个人认为必过 在这个情况下 只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时机点 我们要了解 很多人担心你的全球扩张 你等于在掏空台湾的台积电 像全球输血 但我并不认为如此 到了全球 你会知道台积电 拥有全台湾一流的人才 跟国际化的一个管理模式 所以为什么 刘德英 他在一个货政当中 大家会担心 他会掏空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 你不用环乐 因为三奈米 五奈米的技术 跟各方面它的需求是强劲 市场有这个需求 但更重要的 它永远 技术会去领先同业 两年以上 所以投资朋友 我很多人一直担心台积电 你不必替他环乐 先环乐自己 有没有这个永心 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跟着台积电一起成长 目前为止 36年了 坐稳全球半导体的龙头王座 这个位置得来不易 我相信台积电 会持续勇往前进 会达到全球日不落国的 扩张的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看看 也就在台积电带动之下 今天的台北股市集很漂亮 创纪录的在万八封关 不过宽购我们来看看 因为好像在今年的大陆股市 继续延续去年写了一个惨字 今年来在国际股市当中 是敬陪莫作 最近大陆股市官方招数连连 一直在救市 除了两兆的凭准基金 现在还要降准两码 到底有没有效 这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了 香港首富李嘉诚 真的眼光精准 早早就已经开始撤离大陆的资产 而且搭上了META的股价狂飙 他早早就持股了3% 现在用网路业余来形容 真的是一天暴涨 李嘉诚睡醒转烂 没有错 中国股市可以说是惨到不行 没有想到李嘉诚早早抽腿不打紧 投资AI又大转得转 居然睡得一觉起来 多了60多亿的一个美金 一折一折来谈 中国的一个人行最近不但降准 而且还释出的凭准金是一兆的整个人民币 折合台币是四兆四千亿 但没有想到现在的上证指数 还是沿路跌破了2700点的一个关卡 今年以来已经跌了9.5%了 来跟各位说惨到多惨 我们台股在封关日可以说是风风光光 刚才亭捐已经说了 但入股惨到不行 各位 单单今天跌停板的1053加 然后跌超过8%的有3200加 更惨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它告诉我们 今天上证指数跟整个港股 跌超过5%的5000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是在救市吗 现在就不知道该要怎么办了 我们举个例最简单的 中国的电动车最厉害的叫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它也在跌 好 回头来看 中国今年有一场风雨是三雨欲来 为什么呢 这个叫成熟制成 成熟制成在2023年 中国总共买了9300亿的台币的设备 2024 2025要陆陆续续投产 所以大家已经预期了 会整个大 会整个风雨非常非常大 但没有想到风雨还没有来 这个叫龙兴中科 股价这么走 各位去看到这个股价这么走 这怎么得了啊 这个可是中国可以说最领先族群的 另外一个在整个韩武纪这一块 而且目前可以说乌肉又逢年夜雨 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不但现在业绩不好 赔钱也就算了 停券还被美国科技部跟整个国防部 列入了所谓的一个黑名单 但我们回头来看 中国的股市惨惨惨 最近的META可是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META一度上涨了 先跟各位说这个是大型股 上涨了21 相当于台湾的两支涨停板 所以它市值增加了2000亿美元 折合台币是6兆 一口气还超越了苹果跟亚马逊 单日的最佳的一个表现 那左克博 各位都知道它已经够有钱了 没有想到财富再度的增加了270亿美元 现在已经升到了全世界第四位了 但没有想到除了左克博之外 有一位老先生 他的身价也是大涨特长 是谁呢 各位 我们的华人首富李嘉诚 李嘉诚其实他非常的厉害 李嘉诚在早年的时候 因为他很善于投资 他在2007年的时候 他就说全世界整个在网路上 最大的一个集团 那个时候就在脸书上面 那个时候还不叫META 那时候还叫Facebook 那个时候有6亿的一个用户 李嘉诚在过去这段时间 可以说靠着整个AI 靠着整个所有的脸书 可以是赚得盆满钵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好的是他庞大的用户 跟一动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可以确定几件事情 在整个2007年到2008年 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 就分别像Facebook 注资了6千万的一个美金 第一次注资是6千万 第二次注资又是6千万 这个已经是超出李嘉诚通常过去的 李嘉诚因为各位都知道 他的身价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投资是以1000万美金为做一个单位 结果他投资了这么多 目前整整有5倍的一个回报 我去看了一下 李嘉诚已经高龄95岁了 其实比巴菲特年纪还大 但是你会发现到 他的一个投资的眼光 其实非常的走在很前面 我们看到当初他投资这个Facebook 你说只花了5分钟 他就下了这个决定 结果现在正是睡醒转赖 那我们就要看了 他旗下这个维港投资 到底在今年度的布局还在哪些方面 能不能跟着这华人首富走 其实就李嘉诚来说的话 我们要佩服的是他旗下的所谓的研究团队 我讲一个小故事 大概十多年前 那时候李嘉诚七八十岁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是七个投行的人 那时候我也在里面 我们从台湾到整个香港去 结果当中有一位经理人孕妇 那这个孕妇他就说 人不舒服 要去看李嘉诚太累 中间换了一个女生的经理人 李嘉诚先生那时候已经七八十了 出来跟我们握手 握完手之后 看到我还会跟我说 邱先生我知道你在台湾有上节目 握到那个女生的时候 他说你怎么跟我们印象中的人不对 他居然可以记忆力这么好 各位就知道他们的研究团队 做那种细部资料做到什么地步 只是一个同样是女生 一个怀孕一个没怀孕 他看那个脸他就知道是不对的 那我们来看当初他去投资这个所谓的 丁麦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时候的模型 他的模型都是在整个研究团队 深入的到各个地方去 我曾经仔细的去观察这件事情 李嘉诚他其实在整个投资科技股的部分 跟新加坡的淡马席 跟软体银行 其实几乎有超过50%是相同的 所以第一个 他们所投资的是什么 第一个叫蔚来 第二个叫什么 叫独角兽 专门在投资这些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那个时候丁麦刚创立的时候 李嘉诚就是首投的 那时候包括像微软 包括像Google等等的 他们都在投 那我们仔细来观察 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 投资的很简单 这个通通是什么 不是AI 就是所谓的社群媒体 所以他们布局的 都是整个蔚来最前进的 但很多人会说 那目前的李嘉诚在投资什么 李嘉诚现在投资的东西 这个可特别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人类脑细胞 跟电脑晶片 结合的新型人工智慧 好厉害 各位还记得吗 其实马斯克曾经有一个投资 他那个投资 那时候是做什么 那个叫Neuralink Neuralink是 他把晶片植入了黑猩猩的脑中 然后那个黑猩猩 会自己打电动 你记得吗 好多人都以为他在吹气 不是 他那个是在吃整个水果 但是他的脑坡 直接跟电动当中 去来做结合 那很多人会说 这个有什么帮助呢 这个对残障 建动人 未来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那目前以所谓的生物 电脑的一个经验 如何来做整个回馈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现在重点就来了 目前李嘉诚所投入的一个 边缘AI的一个计算公司 耐能 总共有9700万美元的一个 B轮的一个融资 目前包括了高通 台达电 鸿海 光宝 整个华邦店等等 这个都有投入 目前他们来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这个就是所谓的 多颗的一个堆叠 然后要有高运算 低功耗 适用在整个比较小型的一个伺服器 所以这个就不是那种100公斤起的 它的伺服器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 而这类的一个晶片 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开始来做延伸 例如说包括像整个车用的一个 后装的一个晶片 这个也可以用 包括了安控晶片的话 这个也都可以用 所以就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 李嘉诚他大量的去投资AI 而AI今年是元年 未来他就会持续的发光发热 那我们宽客聚棒大家看到 因为今年的Meta 开年一天之内 股价涨了超过20% 以市值来算的话 等于一夜之间 就增加了一个阿里巴巴 所以以前大会说了 美股的一个科技七雄 惊奇七超人 对 有没有可能今年要换人做了 没有错 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来发现几件事情 现在的NVIDIA 不管是所谓的A100 B100 还有今年要推出的H100 这个对人类来说的话 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简单来跟各位 像那个运算模型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H100 会全世界都在抢 我来简单的跟各位说明一下 它目前台积电 做出来的主机 旁边就是HBM的一个memory 同时CPU跟GPU 也会在同一块板子上面 简单的说 目前以所谓的H100的一个运算模型 它的整个功率效率是X86的200倍 但听却恐怖在哪边你知道吗 它的电力值需要50% 就是运算功耗更强 但是它的消耗的一个速率更低 它的整个运算 因为X86的运算叫单为运算 但是以所谓的现在的AI的一个运算 这个都叫多为的一个运算 所以很多人就说 谁拥有越多的机台 谁就拥有天下 目前谁拥有最多 两家拥有最多 一家叫微软 另外一家就叫所谓的一个Meta 这两家个别买了多少 目前Meta跟微软是H100 最大的一个买家 总共各买了15万片 但这个晶片非常的贵 这台晶片不包含软体机台 就4万 所以各位去想 15万片是什么意思呢 还没有开始把模型完全都做出来 就花了60亿美金了 所以目前就整个Meta来说的话 Meta就说 我花这么多钱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目前以Meta来说的话 脸书它正在自研晶片 这个叫Atimis Atimis的部分的话 它会在2024年开始来做投产 当然投产的话 目前据说是台积电的一个市奈米 他们目前要降低整个 对于整个AI加速卡的一个运算 的一个成本采购 降低最整个挥达的一个依赖 那目前在做的所谓的AI模型 可能是Meta第一个 所谓的多资源的一个部分 好 那重点来了 就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一直跟各位谈 重点在哪边呢 重点在算力 什么叫算力呢 目前NVIDIA 市值来说相对是比较高的 然后包括像整个Meta的模型 微软的模型 AlphaGo的一个模型 亚马逊 苹果等等的 各位我们发现 特斯拉将和日下 那我再跟各位说明一次 在中国低价的供给之下 目前就特斯拉后市不好救 所以如果说手上有一些 特斯拉相关个股的 你想要开始做移动 要往哪边移动呢 很简单 做个股就是太弱流强 所以弱的要换掉 要开始往这边来做前进 但目前来说的话 领先组在哪边 领先组现在叫Big 7 对不对 未来的Big 7 会改成所谓的M N 这哪是 这什么意思 这是缩写对不对 没有错 MN很简单 第一个M是什么 Microsoft 就微软 第二个N是什么 NVIDIA 第三个很简单 就叫做META 这三家可能是过去大型的 整个科技公司 会是AI时代的一个领导者 所以跟各位说 江山带有才能出 过去最厉害的叫特斯拉 另外一个叫亚马逊 对不对 目前来说的话 他们就比较后面一点点 好 我们来做总结 目前各大投行 包括了花旗 巴克莱等等的 他们都上调了 整个META的一个目标价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在AI 跟AIGC方面的话 未来会有250亿到600亿美金的一个收入 所以这个收入会为整个AI 产生了一个翻天覆雨的一个变化 好多人都以为 微软 Microsoft已经江河日下了 没有想到这是AI的一个风潮 让它重启了过去的一个荣光 但就现在来说 未来的整个微软跟META 两个人之间的大战 会在未来的一年之内 马上就展开 谁是AI最大的一个王者 我们应该马上就知道了